我今次又繼續講法揚神聖情查經法 這個查經法不只是一個查經法 是一個整個生命被神改變的方法 也不是人的方法是神的方法 因為基本上是將神的作為和神的心思意念發揚出來 起源寺就是當我經歷聖言充滿之後 我發覺每一次奇珍稻 立即會有起落 還有後期是即時感受到愛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我還記得第一次當我呼叫耶穌 我叫耶穌很多次 但那次叫耶穌就立即有能力流過我身體 第一次的時候我是非常感激神 當我每一次有起落的時候 當我經歷起落那天 那天在聚會回家 我不斷在裡面不斷容許起落 一路湧流一路愛慕神 一路回到過程 還有回到家裡不斷保持起落 為什麼我想以後都能夠整天隨時祈禱起落 那現在來說 我任何一次我想到耶穌即時有起落 那我感謝神 就是我當時的經歷一直保持到今天 那有一件事我就問了很多次 到底是有沒有心理作用在裡面呢 會不會是我的心理作用所以有起落呢 那我就測試很多次 我不想起落只是想耶穌 但當我一想耶穌 裡面的起落都湧流出來 那我就看得到這個不是心理作用 是真是神是起落的 那我就一路推上 為什麼我會一祈禱起落呢 立即起落湧流出來 就是說神就是起落的神 神是起落的神 那當我一祈禱的時候 神臨在呢 那些起落就來到我身上了 那我就看得到一件事 就是神是一個開心果 就是祂經常都開心著的 就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我們有時候很難想像 有很多人呢 對於神的觀念 都覺得神是一個法官 是一個校長 或者是一個很遙遠的太公太野 就是一種好像高高在上那種感覺 聖經的確告訴我神是高高在上 但是聖經告訴我神是一個很親善的神 是感受到我們痛苦的神 是愛我們的神 是時時陪伴我們 一夜服侍我們的神 是一個很近的神 那我就在那裡去思想了 因為聖經講到 解給我們聽到聖經告訴我 就是神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 就是祂圍著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就是祂時時服侍我們 而神是起落的 因為聖經都講到 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神是開心的神 所以我們祈禱的時候 可以經歷到神的開心 不是一樣容易發生的事 是神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神的聖錢就是起落 而神不斷日夜服侍我們 所以我們隨時祈禱可以起落 神也釋放我們的重擔 所以我們可以起落 那我就去更加發掘神的聖情 其實神的聖情不是好像 不是我作出來的 聖經講了 聖經講了 聖靈的果子是人愛喜樂 那為什麼會有人的喜樂呢 就是因為神的聖情就是人愛和喜樂 所以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聖靈越充滿我們 就越多人愛喜樂 越多有神的聖情在我們心裡 就是神充滿這種的聖情 而神經常來服侍我們 所以我們隨時祈禱都可以經歷到神的作為 當我越看越想神的作為 而且想到我怎樣得救 神怎樣用不同的人幫我 聖經都講到 神在我們心裡有奇妙計劃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的日子 你已經寫在你的策上 就是神已經寫完 那天幾點鐘幾秒 幾分幾秒 神就開始做了一件工作 那天我得救的日子 神就有個太陽 真是好好陽光 好美好美 就正確的位置 當時我們去一個退休 即不是基督徒的退休 那時我未信耶穌 是一班我們學校的同學 我們是男校的 請了一些女校的同學 就去一個香港大學的宿舍 男女分開住的 但那天我一出來見到 剛剛那個我們住那裏 出來有個 一個圓拱形的 opening 即是一個窗 但不是窗的 沒有窗的 一個騎樓 一個騎樓 剛剛太陽就在中間出來 哇 我說好美好美 這些都是神安排 剛剛那個位置 我站在那裏 就看到太陽這樣出來 各有的安排 都是那個時間 即是神呢 計劃定 那天幾分幾秒 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最後在那個時刻 剛剛這個人呢 他是很奇妙的 就是因為人有三急 他呢 本來那幫人去行山 就早回來 跟著呢 他就跟我聊天 那呢 就 過程是非常奇妙的 就是神做了很多事情 引致我能夠今天認識耶穌 神幫我經歷聖靈 也是用不同的方法 還有呢 很多時候我們不聽話 神可以繼續去祝福我們 那聖經也有講到 就是呢 在神一夜間呢 警戒我們 神他用他的聲音去警戒我們 去提醒我們 神呢 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吸引我們 用慈情愛索 牽引我們 神呢 會在我們後邊 講說話 讓我們聽到後邊 有聲音說 這時正路要行在其間 就是聖經是講完的 不過很多時候 我們把這些經文 分開了 我就把它聯合在一起 神做什麼工作 放在一起 而在很多經文 我就會把這些神的作為 放在一起 神的心態 神的 祝福的心態 神的聖情 神的思想 神的作為 都發掘出來 當我越發掘的時候 我就越覺得 我們的神是非常好的 你覺不覺得 神是非常好 我是很喜歡神的 所以我一想到神 我的心很甜 很喜歡 很享受神 因為神真的是一位 充滿美善的神 那我就說 真的要每一次講聖經 都讓人看到神的美善 所以我就開始有這個 發揚神聖情的 查經法和講道法 但我發覺這件事 是很多人很難明白的 很多人始終是用人的角度 就會怎樣呢 總是說 我困難的時候靠神 神又會幫我 但他心裡會說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幫我 不知道什麼時候神幫我 還有是否慎慵 慎慵 慎慎 我想的方法 很多人會這樣說 譬如有些人會有心態 我想我自己選一個老公 明明聖經說 老公或者老婆 聖經明明說 你們與不信的緣不相會 不要同樣 但有很多人說 我堅持要找一個不信耶穌 或者他不是堅持找一個不信耶穌 而是他說 堅持要結婚 所以沒有信耶穌 就找一個不信耶穌 他就覺得 我的方法好一點 因為眼前 對於神是有不信任 覺得神的幫助太遲太慢了 這是很多人的看法 對於神是有不信任 覺得等神 即是等到蚊子都睡了 等到我都老了 都未結婚 所以他就覺得 不好 而且對神有很多懷疑 但其實神是最美好的 無論是結婚或者是單身 很多人來說就不行了 嘩單身啊 嘩死神 不行的 那些人說我單身 那就好不行 但其實 無論是結婚或者是單身 你開心就可以了 你充滿恩典就可以了 你充滿神的祝福就可以了 不是一定要結婚的 如果神給你結婚 你就結婚了 但是神給你單身 你就享受單身 但有些人這樣 他是單身 不過總是不開心 一直由二十多歲單身開始 一直三十歲 哎呀死了 什麼時候呢 到四十歲 什麼時候呢 五十歲 真的要單身中老 開始不接受 越來越不接受 越來越不開心 一生人都一個不開心的狀態 那時候他是不信任神的作為 覺得神呢 不是那麼好 但當我們看到神的作為 和看到神是那麼美善 就相信 那他又怎樣呢 二十多歲他單身 不要緊 那些人過個拍拖 我都不知道多自由 我要祝福很多人 三十歲又不要緊 四十歲又不要緊 如果真是 神有一天賜給我 就賜給我 如果不賜給我 我也很開心 我又不用經常被老公 又不用經常被老公 又不用經常被老公 兩個人很難相處 我又不用經歷一些事情 這樣的時候 他更加 無論什麼狀態 都可以享受神 我想說 當我們真的用神的角度看 就會說 不要緊 無論是單身 或者是結婚都可以 但用人的角度看 不行 那些人這樣看我怎麼辦 我怎樣回應那些人 那些人經常問我 你結婚沒有? 你有男朋友沒有? 都不知怎麼回答 沒有男朋友 就好像好語 答有 又沒有 或者有的時候 又有一種眼力 不知道這個行不行 一會兒好像之前那個 又不行 又會有一種的眼力 就是說 一個人 如果用人的眼光看的時候 就好像前面的路 總是好像有個山在那裡 每一個人前面都有個山 但是如果用神來看 聖經說了 神的恩典救我們用 還有神為我們預備的 為他信的人所預備的是什麼呢 是眼睛未曾看過 人心未曾想過 耳朵未曾聽過的東西 是好得不得了的 但是這個用神的角度看 是非常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 你看聖經 還有你 將來講信息 我們接著就會講到 法揚神聖經的講道法 即是怎樣講聖經的時候 是讓人看得到神的恩典 讓人時事都享受神的 然後聽見的人 每天都說 我真的有福了 哈利雷人 我們一起試 真心講 講話 所有人都講到 不過真心講 真是神啊 我數算你的恩典 你就從心底下說 神啊你真的對我好得不得了 神你真的將很多恩典賜給我 我裡面真的有很多福氣 我數回以前神怎麼幫我 我就會深信神以後都幫我的 神以後都幫我的 哈利雷人 哈利雷人 那希望大家 都是用這個心態去看聖經 我們今天在緩訓的時候 就粗連了 就是發覺呢 每一個經文裡面 是講出神有不同的聖情 當你心有去看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的 我現在會試一下這樣做法 希望大家都會 每一次看聖經都是這樣 那你就會發覺 看聖經都很有趣味 在法人神聖經 第一就是發覺 神的聖情 祂的恩典 祂的心態 祂的作為 還有思想祂成就祂作為的時候 祂的心態和過程 譬如我們先看到這個 彼得討認耶穌 去出賣耶穌 普通人來說 當有人討認你的時候 是會生氣的 但是耶穌呢 祂並沒有生氣 並且預先為祂祈禱 也就是說 耶穌的心 如何去關心彼得 不是想著彼得如何傷害他 沒有想到彼得如何傷害他 而是想著如何祝福他 在他裡面 其實每一個心態 就是 他能夠預先知道彼得的情況 而他接立他 他又為祈禱 他又提升他 一會兒你們查經的時候 你可以留心去看 就是他 神做了什麼 他有什麼過程 他做了幾件事 然後呢 用神的角度去看賣物 還有建立更加對神有感激的心 神真的好得不得了 又深信自己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天天活在神的恩典 天天活在神的天堂的魂之中生活 天天活在神的同在之中 更加能夠享受神 享受生命 或發揮生命 神是想我們享受生命的 神不是想我們不歡喜 你看詩篇、針言 因為神而歡喜 是有很多這樣的經文 是享受的 全道書也都講到享受 針言都講到享受神的恩典 第七字呢 是處理任何對神的懷疑 或者是負面的想法 好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經文 《馬帝福音9章22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耶穌轉過來 看見他就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救了有 從那時候 女人就傳完了 這個經文是講到 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她已經用錢 就是醫治她的病 全部錢都用完了 都醫不好 然後他聽到耶穌 他就想去摸耶穌 但按照猶太人的律法 他是不潔淨的 他是不可以接觸人的 他要和人分開的 但是他走過去摸耶穌 而這麼多人在耶穌旁 所以他也摸到其他人 所以當耶穌問 誰摸我的時候 他不敢出聲 因為他犯了律法 但耶穌說 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了 他就承認 他說是我摸你 並且說他摸他之後 如何得到醫治 立刻他感覺到醫治 然後他就告訴耶穌 然後耶穌就答他這句說話 耶穌就說 一起再讀 女兒放心 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真的非常非常美好的 這個第一件 我們看到神的什麼心呢 就是他看我們 好像看子女那樣的心 我今天剛剛在新聞 聽到一個新聞 就是講到 在哪個國家 在智利 就有很多BB以前被人偷了 其中一個就賣去美國 但是當時他們說 是你的BB死了 然後就賣去美國 但是這個BB又很奇妙 他又知道 可能他父母告訴他 到他41歲 然後他找回他媽媽 今天在新聞 是有講到這件事的 那他就 那些人為什麼 他為什麼要找回你媽媽呢 就是他就覺得 就是找回他的身份 找回他的來源 就是一個人 當他原來一直都 不知道誰他生生 生他的媽媽的時候 都很想找回生他的媽媽 當他找回的時候 就是他很開心 他媽媽也很開心 就是人找回那個根 那我們一班的同學 我們同學已經是 其實我已經年紀不小了 我入中學的時候是 我先想想一下 六四年 一加六四年 入中學 六四年到現在 已經是超過五十年了 我們曾經有慶祝五十周年 我們認識五十周年 其實我們同學 就是半個世紀 認識半個世紀的時間 那在前幾年 忽然間就 有些人開始發動 找回那些同學 那四圍法 就越找越多 為什麼要找回呢 當然其一就是有些朋友 但另一方面都是尋根 他們找回哪個sir 我們學校基本上 全部都是男同學 起初全部老師都是男的 有些是 後來是來了一些女的 他們會追查每一個sir 每一個miss 他們某些細節 還有不同的同學 他們的花名 怎樣來源 很多這樣的背景 他們都會找回 那找回的時候 他們又會寫下 其實很多很多這些來往 還有很多時候 有同學過境 又會一起聚集 每年都一定有一次的聚集 有大的 有不同的小型的聚集 這個心態都是想找回根 就是找回一個歸屬自己的根 而我們在世上的時候 可以說最能夠歸屬我們的 我們最敢歸屬感的 就是我們的家 除了講到神 就是我們的家 但是的確有很多人 在家想找到安全感 或者歸屬感 但是找不到的 但是神今天告訴我們 你是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另一他做我們的爸爸 是遠超過世上任何一個爸爸媽媽 其實父母的恩怨很大 父母愛我們的恩怨很大 養我們照顧我們 是非常大的恩怨 小時候鴨片 每個人都鴨鴨片 每個人都鴨鴨片 每個都 每個小時候都要人養 要人臭 慢慢長大 小時候都要幫助父母 大家一路一路成長 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在中學的時期 可能失去很多 慈我感 要有種歸屬感 都要在一個 在一個 就是說周圍的同學之中 譬如我自己曾經經歷過 那些同學經常開玩笑 經常都會疾人 那我那時候覺得 都幾受傷害 很多次經常被人疾 那我就想 可不可以像他們那樣經常疾人呢 但結果呢 我還是選擇不要疾人 那我發覺呢 在周圍的同學 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但是始終呢 這種的感覺是有限度的 但是當我來到神那裡 我發覺不同的 真的很不同 因為神是遠超過父母 遠超過同學 其實當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我頭幾年經常發夢 見到我一個好朋友的 我一個同學 但是每一次去找他呢 那一艘船呢 走到海中心就下 我一個船呢 就不是走到岸的 一塊塊板 走到半島呢 就已經夢醒了 總是每次發夢呢 見到我的同學呢 都是見不到的 是 當時我也有時發夢 想回香港的情景 很多想回香港的情況 就是在當時來說 我是覺得我的同學呢 是給我很大的舒服感 當時在我年輕的時候呢 真的帶給我很多開心的時刻 帶給我很大的舒服的感覺 但是無論是家人或者是同學 始終不及神給我們那種歸屬感 第一就是耶穌這種的憐憫 他會見到他稱他做女兒 我們想回這個神的心 就是他看個個呢 都覺得很寶貴很重要的 父母有時會這樣 子女小的時候呢 通常是疼多一點的 掛多一點的 但開始大呢 有時不聽話 就開始有些 即有些覺得他 不太聽話 不相信自己的性 就開始容易罵他了 開始容易說 你不聽話 我不要你了 我不愛你了 就會開始有這些說話 因為呢 父母其實都是很盡心 父母始終愛兒子 是多於子女愛父母的 但始終他裏面有些缺欠 但我們想 如果我們比較 世上的父母和世上的朋友 或者世上的基督徒 最好的朋友比較的時候 和耶穌是不能比的 但有些人就說 不是的 我都經歷不了耶穌的恩典 因為有些人是 經歷不了聖靈 或者經歷神的工作的時候 沒有去數算 但其實有些人 就算沒有經歷聖靈 他經歷過神的恩典 他會記實 他會記實說 神真的記得我的需要 知道我的困難 他真的會關心我 真的會安慰我 在我困難的時候 我呼求他 真的會經歷到神的安慰 在很傷動的時候 神會經歷到安慰 尤其經歷聖靈的人 更加會經歷到神的安慰 所以當我經歷聖靈之後 一想耶穌 馬上就起來 我是覺得很好的禮物 所以我天天都會 耶穌 哈利路日 我就會享受神 我覺得神真的很好 隨事隨地 他是隨照隨來的 天上的爸爸 地上的爸爸 他想做都做不到 隨時照 隨時馬上來 現在他是創造天地的神 但是他居然這樣服侍我們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他是隨時隨地 雖然他有這個能力 可以任何人 他即時去服侍 我們很難想像 怎樣可以隨時服侍這麼多人 但是神有這個能力 他有這個能力 不代表他的耐性 還有這個愛心 你想想 如果你去服侍這麼多人 當你是神 你有這個能力 你每天都要對著一些 嘔嘔嘔 整天都暗暗沉沉 整天都埋怨 幾十年都在一種苦苦的狀態 你感動他幾多次 神的靈感動他很安慰 真的很舒服 但一會兒他又在 神啊 又有新問題了 怎麼辦 什麼時候解決了 我們有沒有試過這樣 有多少問題解決了 待會被人罵一罵 哎呀神啊 不做了 哎呀神啊 你對我不好的 又會賣 就是怨了神 其實人 怨了神 因為跟神沒有關係 有些人的心態就是 如果你有神 神應該把我的所有問題拿走 你讓我周圍的人 全部都對我好的 就覺得這樣 神就愛我 如果神愛我 你就把那些人 周圍的人都變好了 但是的確 這個世界是有罪 是有痛苦的事情 神都跟阿當說 他說呢 你耕種的時候 要為你長出經濟的禮 就是因為人有罪 所以永遠你 你去這群人有問題 去別群人都有問題 有些人跟一個教會有問題 去別的教會都有問題 當然不是每個狗同有的問題 不過 如果你想問一個魚美教會 你總會 發覺那個教會 都一樣有問題 你跟他相處一下 也有問題 但有一件事 雖然教會 不能夠全部幫到我們 但是神永遠幫到 神永遠都是接納 永遠是愛護 安慰 釋放 永遠是陪伴 永遠有一個好的計劃 永遠有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是否很好 在我初信的時候 我有困難 我是沒有想到祈禱的 但現在來說 我是絕對一定會祈禱的 有人傷害我 我立刻在心裡說 耶穌 我知道你 知道的 你會陪伴我 你會安慰我的 你會祝福我 你會提升我的 我曾經說過一個人物 他是因為不夠接受聖靈工作 他願意帶我去見一個 在宣教地方的一個牧師 我就說 關於我的事奉 我就說我的事奉 其中一個是 訓練人和復興人的生命 但這個帶我去的人 他是很不歡喜 因為他覺得 你給這個牧師厲害嗎 你復興人家做的事 你復興他嗎 就是他有這種的心態 但我的心態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更加復興更加更新 在我來說 不是踩得這個牧師 而是說 我是復興不同的地方的人 無論他是初信的 信得來的 甚至是牧師 我們都可以互相復興的 基督徒是可以互相更新的 不是代表我復興人 就代表他踩下 但這個人有這樣的想法 結果是有一次他找我 和那個介紹的牧師 就說了很久 就是一段時間就跟我說 你覺得自己很厲害嗎 你厲害過人嗎 他一直這樣說 但那個時候 我立刻分辨 我就不計較 我就放手 我就不介意 一直聽他講 聽完他講 也都是很羨意的 多謝你 多謝你 祝福你 他就走了 走了之後 那個牧師 我講這句話 完全不是說我自己有甚麼厲害 我講神的恩典 那個牧師都說 他說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真的很厲害 他一直說你 你是沒有跟他答罪 沒有頂罪 因為我也覺得不需要解釋 因為他不接受的時候 我解釋也沒甚麼用 我就由他講一講 他也沒有問我 我有甚麼回應 我由他講完 他就走了 我由他走 但我剛收到電話 我告訴神的祝福 這個牧師就告訴我 他說 約我 在星期一 午餐時間 和這個人一起吃飯 我不知道是他 這個牧師開始 或者是 那位和我聊天 那個人 但是無論誰開始 都是神的恩典 你那個人又願意 這就是神做功 神是顧念 雖然這件事 根本我來說 沒有所謂 我不用一定有甚麼解決 但我覺得解決也好 讓這件事 能夠有一個好的主力方向 就是神顧念我們 甚至一個 都站得好穩的 就是 神都給我恩典 站得好穩 不受人影響的 神都會 給這個機會 讓這件事 能夠有一個好的結局 那我覺得是神的恩典 大家會覺得 神就是這樣 總是去幫我們 並且帶著感情的 事次帶著感情 所以在這個經文 我們發掘神的恩典就是 他真是帶著感情幫我們 現在超越一切的父母 超越一切的朋友 超越所有的教會 我們越在神那裡得到安全感 你就越像一個王子公主 對不對 所以這個經文 我們發掘的時候 有一個對比 很多時候我會有一個對比 就是說 第一 將這種情況 應用在人的社會 應用在自己的生命 就是 女兒 就算父母 父母很多時候 有些會叫子女 有些會叫名 父母的確對子女 是很有心的 是很有愛的 但是有時 他都會把語氣轉一轉 轉一轉 就轉了做什麼呢 衰仔 不聽話那個 會轉一轉 因為他不聽話 或者他沒有用這個衰仔的字 眼睛掘一掘 就是對比 世上的父母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雖然父母其實 都對我們很多恩怨 真的父母是很多恩怨的 但是神那種愛 是非常大 是充滿感情的 是人不可能有這種感情 雖然父母真的那個感情很強 例如 兒女要坐牢 犯法坐牢 父母依然的心是會傷痛的 依然的心裏面是有感覺的 即是 世上的爸爸媽媽都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天父那種感覺更加強 有時候父母都會說 唉這個兒子都是不要也罷了 唉又坐牢 又判什麼刑 犯了這樣的罪 做了這樣的事情 所有做的不好 尤其當他對父母不好的時候 父母更加會放手 但是我們的神總是會吸引人 有些人的見證是什麼呢 就是他犯了犯了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神感動他 曾經有一個毒販 其實他是吸毒 不是毒販 說錯了 在這個Good TV有一個人 他買了很多毒品 因為他是吸毒 他免得每次買 每次買就買很多次 他一次買很多回來 買很多回來 怎知道有警察來搜他 他聽到耶穌 他就求耶穌 耶穌要求你幫助我 恩耐我 救我 叫我不用被他捉到 因為當時捉到 反毒的地方 就是要判死刑的 他就說神啊 求你救我 他真的說 很奇妙的 是 明明那個櫃桶有毒品 在那裏 但是那個人看不到 沒有東西 整個都搜人 那個有毒品在那裏 揭開 又沒有東西 搜過都是沒有東西 那他呢 那他呢 就 但他結果都是要坐牢的 因為他有其他的 犯了法 他結果都是要坐牢的 但是呢 神是祝福他 到最後 後來他是 釋放 神是祝福他 很多方面 神會顧念一些犯罪的人 我這次去宣教 都有一個 都上個星期講過 就是一個 有妓女的 就是他是 做那些妓女生意的一個人 他就會找那些妓女 然後呢 做生意 就賺很多錢 但是神都會感動 會吸引他 就是神的心 他真的很強 我們不要只想著神的行動 是想著神的心 神的心 神的心 當他看到那些子女 聽話的時候 神的心 神怎麼疼他 依然愛他 是很大的恩怨 你可不可以相信 現在耶穌看著你的時候 他心一直疼你 有些人來說 覺得很遙遠的 怎麼疼呢 神怎麼疼我呢 但是你經歷過耶穌疼你 或者你經歷過聖靈 或者經歷過神的幫你 你就會知道神怎麼疼你 你就在那裡相信 神不斷疼我 因為聖經西法文書 三十七字字 我認為神 因我們歡恩喜樂 麥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 而歡呼 是很開心的 於是 我們就可以將他應用了 現在神記得我 很開心麥而愛我 真是看著子女 看著子女 看著我 這樣疼我 希望我們都有這個心 當你有這個心 你的心就會很鬆 和很釋放 很幸福 或覺得自己很幸福 我是非常寶貴的 這個經歷是不是非常好 我們神的女兒 神的兒子 是很寶貴的 有些人有時候沒有什麼反應 為什麼沒有什麼反應 我說我是神的兒子 我覺得是的 不過神又不介意 有些人的反應 又沒有所謂 神要繼續感動 希望有一天 我們會去到一個程度 就是 神啊 你認我做我的兒子 做你的兒子 做你的女兒 真是一個很大的方向 我真的要感受一下你的心 如果你有機會感受一下神的心 如果你有機會感受一下神的心 王全道 你上網 看我的影片 耶穆斯那裡 其中一個王全道 他就說神帶他的心 神的心有什麼呢 就是有生命的記錄 生命查 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我們所有的傷痛 所有的痛苦 是全部記錄 由旁邊寫了神的感覺 講到神如何傷心 神如何掛念我們 神如何思念我們 神是很想救我們 遇到這個困難 但是神說 寧願我將他 現在接來天堂 讓他不用經歷這些痛苦 但是神就說 如果我在那時候 我接他 他就會不能夠走出 我在他生命中 一個很奇妙的計劃 但我一定要 醫治他 祝福他 王全道經歷過很多困難 你看看他 他的生命受了很多傷害 他就說到去到這個地方 他跟平時去的地方不同 平時去的地方很快去到 但神的心路是去很久的 他很久才飛到神的心裡 就見到這個生命測 我們感謝神 我們中間的 以斯拉 也都是見到這個神的心 還有我在網上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又去到天上一些這樣的情景 其實有不同的 也不是說去到這些情景的人 特別高超 我們也不用這樣想法 我們個個都很高超的 個個都是神的 很喜歡的 但是他們經歷到的 可以給我們一種鼓勵 原來神呢 將我們的生命 藏在祂的心裡 聖經有句說話 我將這些話 藏在心裡 我的心裡 免得我得罪你 我們 有沒有想過耶穌 將我們藏在祂的心裡 你藏在神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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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的心處那裏 藏在那裏 你的生命藏在那裏 是不是很有安全感呢 感謝耶穌 聖經講到 我幾次流利 你都記數 求你用你的皮袋 求你將我的眼淚 藏在你的皮袋裡 此起筆都記在你的策子上 即是神 幾次流利 我們幾次流利 神都記數 神將我的眼淚 藏在祂的皮袋裡 還有我們這一切都記在 心圓策上 即是神的心裡 神就會很開心 阿里女呀 阿里女呀 感謝耶穌 我是被神 心心所愛的 是不是其實 這個可以發掘很多 是不是 你越發掘 越發掘多 神看我們好像子女一樣 放心 又是一句說話很好的 因為當時他犯了律法 應該要判死刑的 但是耶穌說放心 有沒有擔心啊我們 很多人擔心 擔心前路 擔心婚姻 擔心經濟 擔心事奉 擔心人接不接流 我們有很多擔心 但是神說放心 不要緊 你不要揹著那些策子 你不用擔心那些策子 我一定會搞定的 總之你信靠我就可以 你親近我就可以 神會搞定的 這件事是很不同的 你上班是不是這樣的 老闆又說你做就行了 總之沒有所謂的 後果如何如何 我搞定 總之你做了你的本份就可以 當然老闆一定會說你做本份 但是呢 他就不會說 什麼後果不要緊 他不會加上這句 你後果不行 他是會追討你的 你為何做成這樣 為何那些客人走了 為何你今個月收的錢這麼少 就會有很多這些 但是服侍神是很不同的 悔神 神就說放心 不要緊 你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所以說到初遺教會 他們呢 讚美神 得眾民的喜愛神 將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他們 就是讚美神 他們走神的路 神就天天將得救的人 所以呢 服侍神可以很輕鬆的 有沒有人在服侍中 很重啊 有沒有人在家裡 照顧家人 覺得很重啊 建立家庭的關係 覺得很重啊 但是耶穌說放心 其實為何那麼多太太 那麼急呢 那麼猛呢 那麼容易發脾氣呢 因為她太緊張 她丈夫要成為她想的丈夫 所以就很急很猛 但是越急越猛 丈夫就越不喜歡 越不喜歡 越反抗 越反抗呢 那個太太就越淋沉 但是如果那個太太 放心一點呢 放手一點呢 丈夫是歡喜很多的 那同時呢 丈夫更加愛妻子 關心她的感覺 回應她的感覺呢 太太又更加歡喜的 那整個家庭就轉了 其實不是很難的 就是 放心 不要那麼緊張 不用你催逼她改變的 你放心一點 輕鬆一點 她會改變的 那時候呢 很多東西鬆很多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緊張 總是未得到就很緊張 但是你越放心 越得到 但是神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神經常都捏著你 你幾時 第一個人帶你去順著 你幾時再全盼 幾時有果效 如果神捏著我們 我們就很淒涼 但是神說你放心 你親近我就可以了 你有我一起你就可以了 親近神 有些人看為一種責任 我要親近神 但是親近神 你就看為甚麼呢 上天堂 對不對 親近神就上天堂 就有人說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耶穌摸 哈利路亞 耶穌摸 而且看聖經的神 經常都看到神的恩典 神啊 真是好 有些經文很清楚說了神的恩典 有些是未必直接說的 但是總可以找得到 我們這幾堂呢 是會講到 怎樣有些經文 不是那麼織織 都可以找得到神的恩典 但我們現在首先 有些清晰的先 放心 可不可以記得這句說話 放心 不用背著的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輕輕鬆鬆 是不是很不同啊 經常都想著 天父真的好像 爸爸 看著你 親著你 浪子的比喻 那種爸爸 世界上有沒有 當你沒有錢 跑回來的時候 爸爸總是有些生氣的 就算他怎樣歡喜 歡喜得來 也有些生氣的 杭林寺說到他媽媽 是真的很好的媽媽 他就說他的弟弟 杭林寺的文章很好 曾經我一段時間 那時候有很多困難 很多人的批評 我偶然間看到杭林寺的散文 看的時候真的很大安慰 其中一篇呢 就是講到母親的臉 他就講到他的弟弟 就整天呢 就是去了讀書 離開家 那就很少寫信的 寫信呢 初頭就寫多些 後來呢 越寫越少 後來剩下什麼呢 媽媽要閃了 用家學費了 那就不會寫信 否則是沒有信 然後呢 放暑假回來 背著一大袋的 骯髒衣回來 就給媽媽洗 當他入門口的時候 媽媽就挖住他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寫信 但一直挖住他 嘴巴又笑 眼睛挖住他 眼睛挖住他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寫信 但嘴巴又忍不住笑出來 就是克倫子是很特別 他觀察到一些這麼微細的東西 很美麗 即是形容母愛很美麗 我聽到我也很感動 就是母愛這麼美麗 哪要來呢 就是神都來 神就是一個 他真是這麼疼我們的神 不過人總是有不同 人就會拖住他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寫信 如果神是這樣 每天都說 為什麼你沒有祈禱 為什麼你不聽我說 為什麼你犯罪 為什麼你經常都是 請你的耳朵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辛苦 看看神會用愛 所以我們想到天父爸爸 希望我們放鬆了 當你放鬆了 人間就很鬆了 放心就很鬆了 嘗試將那些重感 現在吹出來 啊 都鬆了 哈哈哈哈 完全鬆了 沒有了煩惱 沒有了重感 啊 呀 哈哈哈哈 接著他就說 你的信夠了你 信心基本上就是怎樣 你沒有的 但你相信可以在神裡得到 信心是不是行為來的 不是 是一種裸恩典的方法 馬丁路德形容 就好像這個乞衣沒有東西吃 人家給東西吃 那他就拿了 那叫做信心 信心就是拿東西 所以信心是沒有好花之處的 你的信是神啊 我知道你這麼疼我 我知道賴比我放心 所以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你體重我 所以我就相信了 但是很多基督徒是不相信 自己是神所疼的子女 所以很多基督徒有孤兒的靈 有貧窮的靈 很貧窮 覺得自己 好像孤兒一樣 可不可以每天活得 哇 我真的有福 跟我一起七情上面 我真的有福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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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和旁邊的那個 啊 我真的有福 我可以這樣嗎 你都可以這樣 你和一些好的朋友 說 我有你真的有福 我真的有福 因为我们都会真心地说 真心地接受 真心地接受 我跟我太太常常说这句话 我真心觉得有她是福气 真是福气 她整天对我很好 整天由小事到大事都对我很好 感谢耶稣 我这里有一次不知为何发伤了几天 我都不记得了她天天跟我点查 然后跟我查那些抗生素 天天都跟我点查 天天好回来 我都没有看过她的眼睛 我没有看过我自己的伤眼 但她每天都看 她关心我的事多于我关心我的事 我多谢主耶稣 耶稣就是这样 信靠就行了 是啊 真的 真心 总之你找到任何好的东西 令她欣赏她的东西 总之任何一样东西 你觉得她是一个恩典的 任何她做的好的东西 有些人的结果 夫妻关系不是那么好的 她有点好 你现在很欣赏 你真是好 你今天跟我聊天 我很开心 她一定跟你聊天 有些人跟我一起说 你今天跟我聊天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但很多人说不出口 因为觉得太丑怪 好像觉得我好像 没有了你 好像死了那样 有你 好像乞求你的爱 但其实我们欣赏 这个是欣赏 而且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我喜欢你和我一起 我喜欢你和我一起 哈利利亚 是不是圣经很多东西 当你看到的时候 真的很多好东西 哈利利亚 另外一个 约拉书四章十到十一节 约拉书 这非麻不是你栽诵的 又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你尚者爱惜 何况这利利未大成 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万个人 他有許多生促我豈能不我認識 大家如果看過約拿書就知道 神叫約拿去尼尼未成 因為尼尼未成那些亞術人 就是經常打以斯利亞人 他不想去 所以他去相反的方向 誰知道神就興起大風浪 接著那些人就猛地問他們的神 到底是甚麼原因 就說你不用問了 是我的 你等我入海就搞定了 第一大耳吞了他 三天三夜在漁福裏 他就向神祈禱了 悔改了 認罪了 接著神就叫那條魚走返個岸 把他放出來 接著他就去了 但他去是不是服氣了 他不服氣 因為他說 我只要看你們怎樣滅亡 因為神要他宣告 四世後你們要滅亡 我只要看你們怎樣滅亡 他真的心裡很生氣 很難相信 神 神 他不服氣 他不服氣 神為甚麼會愛他們 他知道神愛他們 他就在等 結果 離離離離離成大大的悔改 結果神就沒有降這個災難 當他看的時候 神就用了一個實物教材 就長了一顆碑麻 然後就生了一棵東西 他就在一座棚子 在他頭上 就遮住他 他就很舒服了 神就用了一條蟲尿 就吃了這個碑麻 咬了他死了 接著他就沒有了 遮蔽了 接著他就曬到頭都焦了 因為他其實入過魚的肚三天 皮膚其實是傷了 曬的時候特別辛苦 你想想中東地方那些太陽很厲害 又撒到傷了 所以他那時就痛得很辛苦 他就求死了 神就這樣回答他了 一起再讀一次 也好 你悲悲不是你災進的 也不是你陪伴的 一夜發生 一夜抗死 你上者愛惜 何況者你明明大成 其中不能分別左手右手的 約十二萬多人 並有很多心中 我幾難不認識 即是他說這個碑麻 又不是你中 又不是你培養 一夜發生 一夜發生 你就這麼愛惜 其實愛惜什麼呢 他自己 他自己的辛苦 但是在尼微大成 不能分別左手右手的十二萬多人 即是不能分別左手 可能是嬰兒 可能是老人家 如果這樣估計 可能人口有幾十萬 可能六十萬七十萬 但是 並有許多生畜 這裡要說 許多生畜 愛動物人士 你看這句 還有許多生畜 我豈能不愛惜 有否試過肚痛 你們 有 頭痛 有 當你頭痛的時候 很辛苦 辛苦的時候很辛苦 但是世上有很多人 但是很多人是不會念 即是不會想到其他人 所以叫基督徒去傳福音 是很難的 我試試做一個統計 這裡有幾個人試過向一個人傳福音 舉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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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主 很多人都說 感謝主 有幾個向十個人傳福音 少了些少 有幾個向二十個人傳福音 又少些 有幾個向我五十個人傳福音 都有 感謝主 你們都很好 有幾個向我一百個人傳福音 也有 感謝主 你們都很乖 很好 為什麼這麼多人停止呢 因為那些人拒絕 最初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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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朋友傳完了 每個人都拒絕了 都不知道傳什麼 開始就不傳 開始覺得失去信心 其實很多基督徒是失去信心的 因為太多人不信 所以就很難繼續去努力 有機會都會告訴自己 他都不信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想到那個人 真的會沉淪 而我們可能是他接觸的一個機會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就會珍惜 因為我曾經想過 可能我現在接觸他是他一生人 唯一的機會 有人向他個別地傳福音 這個機會如果我失去 可能這個人就沒有這個機會 你這樣想你就會珍惜 但很多人就是因為掛念什麼 所以不傳福音 掛念延似 就是因為有人拒絕 但我們想到我們的神 他就不斷感動那些人出去 其實神真的很奇妙 有很多人出去傳福音 是很困難但他依然去傳 那種火熱的靈 真是這件事真是很神奇的 就是神那種火熱傳遞了給他 所以他們就會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時候我還記得Ben Wong 王利文 在他們的細胞小組的網絡 就說了一個宣教士 那宣教士去到一個地方 那些環境很差 環境很差又怎樣呢 脫頭髮 那你以為Ben Wong怎麼說 嘩 他愛著我脫頭髮 他去到全府的頭髮都脫了 嘩 真是厲害 嘩 我們真的都要學他 有些人就說 嘩 脫頭髮那些不要說 那些人會怕去宣教 但是Ben Wong就會說 你看那些人脫頭髮都不怕 走去那裡 去到那裡的環境都脫頭髮都傳福音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即我們有幾多人說 我去那個地方會脫頭髮 我都一樣去傳福音 人真是不會這樣 但是神就是有一種憐憫的心 因為神見到他們真的充滿憐憫 有幾多人見到人的時候充滿憐憫 經常想做一些事情去幫助他們 其實有一個方法 除了向你熟悉的人 神給我一個方法就是往上 是有很多方法的 當你有些經歷 無論是大小經歷 包括你煮飯 用什麼方法煮飯 什麼煮什麼菜 你在網上煮什麼菜 然後在後面傳福音 一定有人回應你的 或者有些釋放 有些經歷勝利的工作 或者甚至為人趕邪靈 然後人們趕出來 尤其是趕邪靈 醫治 那些是最多人反應的 這樣你就會帶領更多人在網上找你 你就有機會向我傳福音 這是一個神給我的方法 其實我現在每個禮拜都差不多有人找我 不是說舊人 而是新人 不同的人在網上找我 這是一個可以傳福音的機會 就是我覺得可以有機會幫他們 其實我的時間都很迫很迫 但為什麼我想幫他們 因為我覺得我能幫到他們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跟我講一次 我們幫到有些人是非常寶貴的 其實他們很辛苦的 他們有些很困難的地方 而我們可以將耶穌的恩典帶給他們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有神這種心 神真的憐憐他們 神很疼他們 很想基督徒去那裡 但是甚少基督徒動 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發動 根本的福音傳變 普天含是幾次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 是真的善用你的時間 當你做開 你就會發覺不難的 你越做越想做 越做越幫到人做 其實跟我一起去宣教的人 就時時會得到幫助 星期六月第一個禮拜 我們去留傳道那裡 如果有誰去 就是剛剛發出了 我們其實陸陸續續 我們盡量找這些不是星的日 大家可以參與 讓你可以提升 就可以裸到神的心 這裡看到神是 顧念什麼呢 那些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 以及有些能分辨的人 分辨不到左手右手的人 那些孩子當然每個人都喜歡 但有些人是癡呆症 有些人是癡呆症 有些人是講話講不到 有些人是自閉症 有些人是精神分裂 各樣精神的問題 但很多人看到這些人 哇這些人太難幫了 幫不到 但是神的心都是憐憫這些 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 你看到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 其實他的世界真是很難 你想像如果你是他 你是老人痴呆症的 關心你是不是很大祝福 但有時我們看到 某些有病的人 覺得好像不太敢 但是神就是這樣 神體人的愛馬 甚至有時人 昏迷了 其實基督徒有一件事 我想大家知道 有人昏迷了 你一樣可以向他傳方向 雖然他未必反應 不過我們試過有幾次 他是明明昏迷了 我們跟他叫他眨眼 他真的眨眼 叫他動一下 他真的動一下 靈下的頭 動一下 我們試過 摄露 我記得同一個人去 他的老爺就是這樣寂寞 跟他說 耶穌是有反應的 但是他平時 是昏迷沒有反應的 但是我們看到他重複 家人是非常得到安慰 得到幫助 其實對於他們是非常寶貴的 我希望大家用神的眼光去看 就是神會顧惜這些這麼多的人 還有神故識的動物 還有神故識的動物 這件事 很多人都覺得動物有什麼特別呢 但是我覺得動物 其實他們都是 羅馬書八章 都是在這個辛苦之下 在這個勞苦的底下 他們都是等候脫離這個狀態 其實他們都是辛苦的 有種憐憫的心 其實神都喜歡我們憐憫動物 這個都是張軒神的榮耀的 不是說狗又可以隨便看牠 譬如有時候有些狗進來 教堂 有時候我們去宣教有些這樣的狗進來 我記得有些人說 是很兇 其實不需要讓狗看到我們 不需要兇 就這樣叫牠出去便可以 其實對於一個動物 我們都能夠有愛 你就對人有愛 因為微小的人 微小的動物 我們都能夠愛 我在這個經文裡看到神 看重每一樣東西 尤其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各樣的動物、植物 我看到神都欣賞 我看到神怎麼創造得很美 每一種的生物 我真的覺得很美很美 我見過很多種類型的 顏色的配搭 有些動物 尤其是魚、鸚鵡 鸚鵡飛的時候真的很美 看到各樣的小鳥 每一種顏色的配搭 神是非常巧妙的工作 並且神創造動物 有愛他們的子女 都是神所創造的 所以我們去到 有時候我行山 有些蟲在我身上 我不會 除了蚊子之外 我會盡快拍死牠 否則那些小鳥 我會吹走牠 我會盡快拍死牠 我覺得那些都是神所創造 在這個世界裡 維繫這個世界 是神所創造 神所創造 神所做都是美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 在經文裡面看到的時候 神也教會 愛惜任何一個 有拍金順正的人 老人痴呆的人 或者有一天你父母 都老人痴呆的時候 你都想他的感受 去關心他 去感受他的感受 或者曾經有個很兇的人 有一天他有病 但你都依然連順他 知道他 在這個時候你連順 是可以感動他 信主和愛主的 我們一起來到神的情 補告神 幫助我們感受神的心 幫助我們去想到神的心 深信神的心 深信神的愛 讓神的愛感動我們 我們見到周圍的人 有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未必有那種連順的神 其實你幫助我們 看到神是連順的神 你真是沒有人 我希望我們多謝你 你是一個連順的神 你會稱呼我們做女兒兒子 你会知道我们一切的困难 我们都是一份无爱的人 我们有很多很多一点 从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有我们需要的饮食 我们有身体的健康 我们有知识可以学习 我们有经历成灵 我们有的恩怨是很多 神给我们这一年不是图然的 神给我们这一年是让我们去有神的心 神去寻找人有神的心 神寻找人真是有神的心 有连失的心 神是充满礼物 神是充满礼物 神是礼物的神 我们多谢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活在怜悯之中 活在爱之中 活在极大的爱之中 我们活在神极大的恩怨和爱之中 我们是很幸福的人 多谢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祝我们心里感谢你 感激你的大爱 感激耶稣的大爱 我们不贵 但你依然帮助我们 寻找我们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有神的心 耶稣帮助我们有神的心 就是去怜悯 保持耶稣怜悯我们 清风我们做女儿 儿子 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我们都学习不要去伤人的心 每一句说话 当我们顶人嘴 当我们骂人 当我们伤人心的时候 圣经说 那些欲骂的人的欲骂 都落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骂人的时候 骂神的儿女的时候 那些欲骂是落在耶稣身上的 你就像骂耶稣一样 当我们向我们的家人发脾气的时候 其实是向耶稣发脾气 耶稣看你念 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心 耶稣会承担人 让我们一起欲骂 多谢耶稣 耶稣为多祝你 主耶稣为多祝你 我恩上你 祝你一位今初会爱的神 在这个世的时候再没有一位穿着你 有谁能将你 耶稣只有你能感动我心 永不愿愿在人 尋找得到 耶稣有谁能将你 有谁能将你 耶稣只有你能感动我心 永不愿愿在人 尋找得到 耶稣有谁能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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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有你真有福气 耶稣有你真有福气 耶稣有我们要回应你的爱 耶稣有我们要被你的爱所激励所感动 耶稣有你爱真有福 耶稣有你感动我们的心 耶稣有你爱真有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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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有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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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耶稣说,包括我们多谢你,你这么爱我们,我们多谢你,我们这么爱我们,我们享受你,你这么爱我们,我们欣赏你,我们享受你,我们欢迎你,多谢耶稣。 神,你帮我们对神的爱回应,下一次我们想骂人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骂人就等于骂耶稣,因为人的欲骂都落在耶稣身上,我们就不要再用欲骂的方法,我们用温柔的方法,劝道的方法,爱的方法,人就会听到耶稣,帮我们用爱的方法, 爱这个世界上很多伤痛的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伤痛的人,你使用这一阵,你拖着旁边的一只手,你捏一捏一捏一捏,耶稣不会爱你,我都爱你,我在耶稣里面爱你,我在耶稣里面爱你,我在耶稣里面爱你, 谢谢你爱我们,帮我们成为爱的分体,融化一切的,融化一切的怨恨,一切的愤怒,一切的伤痛,谢谢耶稣,谢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